斗犬之王比特面对中亚牧羊犬的挑衅 最终的结局会怎么样呢 战神比特面对体型比他大两倍的巨型猛犬究竟会作何反应 大家可以看到中亚牧羊犬体型的确是太大了 小比特犬在他面前有点不堪一击的感觉 稍微较量了两下 比特犬发现自己的实力的确是没有中亚牧羊犬这么强悍 一心只想逃跑 只想出去找找其他好欺负的狗 卡斯罗犬今天就不放你出来了 这时候比特犬直接走进了纽芬兰犬他的狗舍里面 纽芬兰犬虽然体型非常大 但是战斗力是绝对没有比特犬这么强悍的 比特犬被吹得有点神乎其神 实际上如果体型悬殊非常大的话 他也是打不过其他巨型猛犬的 比如中亚 比如坎高 比如库达犬 比特犬基本上都是PK不过他们的 这个狗龙里面还养了一只中亚牧羊犬 这只狗我很少放出来 因为他不太听话 一放出狗龙就四处乱跑去搞破坏 这只中亚体型也挺大的 肩高大概有78公分左右 还有一个肩膜的肩膜的肩膜的肩膜